成年人的婚姻已经不能单纯用爱情来衡量 你说她变味了 其实也没有 而能让女人说出这种话 可想而知 她们的婚姻已经出现了矛盾 已是乎成了良多 有两个梦想 作家梦和赌博梦 她总认为300日元会买到希望 却没想到因为赌博这个爱好 她将自己的妻子都给弄对了 年轻的时候她出了一本书 想有成就 但是到了现在 她再也没有写过什么好的作品 她认为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现在她需要每个月支付妻子 无完之缘的补养费 为了糊口 她的作家梦只能寄托在赌博梦之下 找了一份不体面的私家侦探工作 如果没有钱 她就失去和二子见面的机会 于是她偷偷地回到了母亲的家中 然后翻箱倒柜 想找些值钱的东西 可惜父亲生前同样也是个赌徒 家里值钱的东西 早已经被父亲用各种借口 拿去当铺换钱 小时候的杨多总是说 绝对我会变成父亲这样的人 但是如今 她当初的父亲 似乎并没有区别 母亲离找回家 看到紧张的梁多 也马上就知道她的来意 但是也不生气 因为并没有意义 她的梁多跟自己去给橘子树交水 这棵树陪伴母亲多年了 虽然一直没有藏果子 但是 这个树叶还是吸引了很多毛毛虫 然后变成蝴蝶 背向天空 而母亲可以说 是将这棵树当成了梁多在栽培 可是不结果的树 就如同鲁金一时无成梁多一样 它斑驳自己是大器完成 而母亲并没有跟她计较 只是笑着说 那就快点成吧 时间也不多了 这句话不仅仅是在说梁多 同样也在说自己 而这个月又要交抚养费了 但是零头都还没有凑齐 于是 她的自己好友想了一个损招 像手头拍摄到被调查人 回应不中的相片 那个被调查人看 然后承诺者和支付一定的金钱 就可以反向调查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做到两头头去 算出更多的费用 而刚拿到的定金 就被梁多换成了赌场里的一些小票 房主水电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梁多也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路色 看着前妻和新闻待在一起 她除了内心无奈 更多的还是无奈 对方的家境非常不错 每一次看到两人亲密的场面 她难免会有愤怒的情绪 但是 为了能够见到儿子 她还是会继续走一些外面邪道 于是 那些高校有钱的富二代 都承诺他们敲诈的对象 男儿手头却有把柄 在梁多那边 对方一点不情愿地打出钱 然后冷漠地说 自己长大后 不会成为像梁多这样差点的大人 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到了梁多的软累 但是 她依旧不肯面对现实 而是告诉对方 你以为想要成为理想中的大人 很简单吗 这个时候梁多的脑子 不明会想起当初 他们调查的那个女人 她在得知自己被调查后 感慨自己的人生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而梁多同样也想问 她的人生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 可是思考了很久都没有得到答案 她只能将心思都放在之前的案子上 很快就跟女同事找到 委托调查的那些不雅事件 取得最有利的证据后 他们交给了女人 对方并没有出现愤怒的情绪 而是说了一句梁多 死懂悲懂的话 无论好坏 都是她的人生 而梁多人生 其实她自己知道 她没有底纪 能够拯救 哪怕被人圈套借住 但是这已经成了她目前最后的希望稻草 如果有钱就能买一套 三室一厅 就可以和妻子重新和好了 和好不容易才准备好的抚养费 就因为视窗东方 被老板没收了 即便知道梁多要钱的目的 但也只是好心全告她 拿得起 放得下 才是好难能 但前妻和儿子 是她的家人 所以这一个月的见面 她又是空手出现在前妻的面前 难道解释 忘记取钱了 和她的德性 对方融不理解吗 这梁多保证叫 就去拿钱后 前妻 才没有带着儿子离开 随后 梁多带儿子去买球鞋 董事的儿子 故意选了一双便宜的球鞋 但是梁多看出了儿子 想要美金龙的球鞋 于是硬着头皮 选了这一款 然后故意将鞋子弄点损伤 要求前台降价 买给她 本台手头就没有钱了 刚是给儿子买了一份大礼 车安保的时候 只能借口说自己不饿 然后不断旁敲打听 前妻和新欢的消息 听了儿子的回答 她内心的无奈 更加的强烈 而这面狗带快要掏空 她还是会忍不住的 去彩票店买住未来 梁多还告诉了儿子 自己在有儿园的时候 就跟她爷爷 一起去买彩票了 在别人眼里 真是狡猾小孩 但在梁多的眼里 她只是想和儿子 一起买个希望 一天的见面时间 很快就到了 前妻也来到梁多家里 打算结婚儿子 母亲看到前儿媳妇到来 很是开心 特地拿出了 自己舍不得吃的咖喱 进行招待 她拿出了以前的照片 说知道他们宠闻时光 不过 这只是母亲的一个小把戏罢了 她也想试图替梁多 挽回这段婚姻 但是她也知道 这事不是她能决定的 所以也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意思 吃完饭后 也许是天意 太奉天的到来 让前妻没有办法离开 于是只能无奈地在梁多家里 暂住一晚 而母亲的是乐情的 给他们准备床布 看着三人 需要挤在一间屋子 前妻不免觉得有些不合适 但是母亲却说 都是一家人了 那孙子躺在中间 隔开就行了 这些前妻对于梁多 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 她认为成年人的婚姻 已经不容易有爱情 来衡量了 更何况当初还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不多陪陪恶次 等到失去的时候 才开始珍惜 有什么意思 而梁多也明白这个道理 随后 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 就是关于前妻的新欢 是不是 有那个关系 而前妻的回答也很直接 都是成年人了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 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反而梁多问这个问题 才有问题 可虽然语气很平淡 但是 那不自然流露出的流恋 还是显了意见 前妻中规 只恨你不成刚 但是 她可没有那么多时间 等待这个铁 变成刚 孙子和奶奶在聊天的时候 也说自己不想成为父亲亲养的人 但是 她也希望彩票 能够中家 那样一家人 又能够在一起的 等到深夜 大伙都睡着的时候 梁多又一次在家里 翻向倒柜 好不容易找到 看似是城前的信封 结果 就是姐姐的恶作剧 即便声音哑得再小 母亲 还是被这弄镜 给吵醒了 她走了出来 也没有责罢梁多 而是慢慢跟她回忆着 以前的点点滴滴 然后再歇绝抱怨说 男人 都不懂得珍惜当下 总是需要等诗句 才开始珍惜 或者想念 而这时 早已都是枉难 梁多的父亲 同样也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 全都没有实现 她和梁多一样 都将失败 发掘在时代的问题 虽然收音机 播放出邓丽君 比海更深的歌词后 母亲更是感慨 能活到一定岁数 还没有谁 能爱得比海更深 所以询问儿子 有人有吗 梁多第一车想了下 回答算有吧 也许 她对前妻的爱 真的比海更深 但是 那又如何呢 她已经沉浸在这片 汪洋大海 不可自拔 已经险些 就快窒息了 而想得救 也许就只能 投离这片大海 母亲倒倒还说了很多 觉得说得差不多后 便起身回房 你走前 还让梁多 向她这些名言 都记下来 在梁多走后 儿子很快 也起终打算方便 结果梁多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小的时候 父亲会在台风天 带梁多出门 梁多也打算带着儿子 去公园的滑梯 看台风 吃零食 而他们出门 一早就被母亲 和前妻看到 但是两人意外的 都没有阻止 两位女人 要起了天 这一次母亲 没有在旁桥打听 而是直接询问 是不是 没有可能了 前妻犹豫一活后 便点了点头 前妻只是希望梁多 能够改变 但是孩子出生后 还是没有 从永远的希望 到最后的失望 即便现在 再有感情 又能入行了 母亲虽然觉得很遗憾 但是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因为没有人 比她更加清楚 和梁多这种人 生活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感受 她立刻停止了 这个话题 她做当初孙子 出生了期待 交给了前妻宝怪 而在外面的两个男男者 那有些潮湿的零食 虽然味道 有些变了 但是 两父子 还是在滑梯内 想得很是开心 来到梦想的时候 儿子想成为 职业棒球兽 但是 却已经计划好 自己的未来 报考公务员 她和娘多不同 她不会像父亲 沉迷在梦想的漩涡中 她深刻地知道 想做 和能做的区别 就在儿子 寻问娘多的梦想后 她跟儿子的回答是 自己的梦想 还没有实现 但是即便实现不了 也没关系 她有那个勇气 去追逐梦想 其实娘多做的 不是作家梦 而是那该死的 赌博梦 娘多的话题 还没有结束 前妻就找到了他们 三人多在滑梯里 还是无比幸福 儿子冒雨出去 给他们买饮料 也就在这个空隙 娘多选择了放手 她做出了决定 娘多前妻的感情 也在此刻 画上了句号 可是突然间 早上买的彩票 飞了出去 儿子一下子 就冲了出去 前妻虽然抱怨娘多 打坏孩子 但还是陪着他们父子俩 寻找那张 丢失的彩票 对于儿子来说 这也是她目前的希望 如果能够中奖 一家人 又能够在一起 可是最后这个希望 也没有找到 天 情了 奶奶自从上 小呵呵地送别他们 而娘多也在路上 将她和父亲两人 所有的彩票 都给了儿子 未来 不是用赌的 而是靠自己双手 创造出来的 虽然现在娘多 还是一事无成 虽然她现在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的 比海还深 但是 有一点他很清楚 他们之间的羁绊 根本就不会短 另外 还有一点娘多 更加清楚 下个月 要交15万抚养费 因为已经拖欠了三个月 片名 比海更深 结婚后 需要考虑的东西 很多很多 不是单纯的依靠感情 就能够维持 很多男人都说 女生的现实 就没有想到 她可以给你吃苦 但是 你就给不了她希望 这样的婚姻 公平吗 很多人认为 良多也挺可怜的 但是 我却认为她并不可怜 相反 还认为她很自私 她为了自己的梦想 可以说是 耽误了整个家庭 一篇剧情 我有一点没有讲到 她本来是可以 去写一些轻小说 也就是比较没有内容 但是可能观众 比较喜欢的书籍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 太过文艺的作品 相反 不会得到他人的喜爱 良多就是内心的一股狠心 但她不愿意 委屈自己 她有自己的梦想 她不甘心做这些 所以 她老婆的离开 也无可后备 一个人没有的家庭 一切 都是以家为主 就像父母一样 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就请做好 安全措施 不要犯错 可能有人会说 前期也没有付出什么呀 为什么 他不能陪着良多 去追逐梦想 大哥啊 不是三岁小孩了 梦想每个人都有 但是 真正能去追逐的人 又有多少 如果你不是出生 就含着金钥匙的人 你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 还想着梦想 但是 对于这些追逐梦想的人 我并不会看不起 相反游泳戏 去追逐梦想的人 我觉得很佩服 这是不可能嘲笑的 因为时代不同 做一些事情 也会发生变化 在老母亲的年代 他们嫁给谁就是谁 即便委屈 也大多数 都是这样忍耐 度过一生 因为时代女性的地位 相对会较低一点 可是如今的时代 能能平等 前期需要为儿子的未来考虑 她不仅是考虑自己的丈夫 还要考虑儿子 现在的时代到处都是攀比 并不是说 从人家的孩子 未免出息 而之前在外面的诱惑 实在太多了 如果连孩子 也跟着大人一起吃苦 跟着梦多出追逐 学定恶的未来 成功还好说 失败了呢 这期间 孩子可能会抵挡不住 很多诱惑 也许有人会说 家教是干嘛用的 可是父母 并不是万能的 他们没有办法 24小时守着孩子 所以我对梦多的婚姻 也如同老母亲一样 感觉遗憾 但是我并不希望他们能够复合 长大后很多事情 并不能在幻想中考虑 而是该在现实中考虑 加油吧 年轻人 虽然物质不是很关键 但是成人的世界 真的很现实 即便你老婆 真的肯愿意跟你吃苦 那么你就得对得起 她这份信赖 该长大了 未来 绝对不是靠赌的 而是靠你的双手 还有 你背后的女人 而女人也同样如此 男人的未来充满不定数 如果 你选的人给了你希望 可以的话 还请你多坚持一下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